诗篇 诗篇收集了150首以色列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古希伯来诗词 歌曲和祈祷文 其中有73首是大卫写的 它是著名的诗人和竖琴首 除了它还有不少人是诗篇的作者 比如亚萨 可拉的后裔 圣殿中其他的敬拜领袖 甚至包括所罗门和摩西 还有三分之一的作品出自匿名作者之手 有许多诗歌都在以色列的圣殿中被诗班送唱过 但诗篇并不是一本纯粹的赞美诗集 在以色列人流亡到巴比伦后的某个时期 这些古老的诗歌就被搜集起来 专门整理成诗篇 这卷书的结构和信息都很独特 如果不从头读到尾 很难发现 想了解诗篇的结构 最好的办法就是按顺序读 诗篇结尾有五首赞美诗 每一首开头和结尾都用了哈利路亚这个词 在希伯来文中 它是一个命令 让人要赞美亚威 也就是希伯来文中主的意思 中文圣经中经常翻译为伊赫华 亚是希伯来文中神的圣名亚威的简写 这五首编排整齐的诗歌 真的很像是有人刻意用来作为结尾的 难免就会让人发问 这卷书整体上是有涉及的吗 如果你留意诗歌的标题 就会发现有五个地方 分别被圣经的翻译者写上了 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 这样就把诗篇分成了五个主要部分 这样划分是因为每一卷最后一首诗的结尾都有相似的结语 就像编辑附加上的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直到永远 阿们 阿们 所以这卷书有一个总的结尾 它的内部结构分为五个主要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的引言 诗篇的第一篇和第二篇 完全独立于第一卷之外 第一卷中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是大卫的创作 除了诗篇一和二 它们出自匿名作者之手 诗篇第一篇讲什么样的人才算有福呢 就是默想律法 以祷告的心 昼夜诵读并遵行的人 律法 托儿 简单的说就是教导 更进一步来讲 指的就是旧约开头的摩西五经 在这里 这个词似乎涵盖了这两种意思 这也解释了诗篇分为五个部分的原因 它被看作是新的律法书 用来教导神的子民 他们努力遵行神 在第一部律法书中的命令 也要借着诗篇 过有祷告的生活 诗篇第二篇 以诗的方式表达了神在萨姆尔记下 第七章对大卫王的应许 有一天 弥赛亚君王会来 要在全地建立神的国度 战胜列国的邪恶和叛逆 而诗歌的结尾处说 凡投靠弥赛亚君王的 都是有福的 有福这个词 正好在第一篇开始就使用了 所以这两首诗都在告诉我们 诗篇的设计 是要成为一本神子民的祷告手册 就是那些努力忠于律法书的命令 盼望并等候弥赛亚国度的人 介绍完这两个主题后 我们就可以看看这部小律法书 是如何围绕这些思想来表达的 比如诗篇第一卷中间部分的系列诗 15到24篇 是以呼吁人们要守约作为开始和结尾的 其中16到18篇描述了大卫就是忠心的典范 他呼求神拯救他 神就提升他做王 在另一组对应的诗20到23篇 过去的大卫成为将来弥赛亚君王的预表 他呼求神被高举 并被赐于超乎万国的国度 这一系列诗歌的核心在第19篇 这是一首赞美神律法的诗 他与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紧密相连 第二卷以两首诗作为开始 表达了人们盼望有一天回到西安圣殿的心愿 这与盼望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意向紧密相连 第二卷结尾的诗描绘了将来弥赛亚君王掌管列国 这首诗呼应了先知书中大量关于弥赛亚国度的信息 诗歌结尾处说 这位王的统治将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和对万国的祝福 第三卷结尾的诗是回想神对大卫的应许 背景是以色列民被掳流亡在外 诗人想起神说过 永远不会丢弃大卫的家族 所以诗人最后请求神 不要忘记对大卫和以色列的应许 诗篇第四卷是为了回应这段历史而设计的 一开篇 摩西的祷告就把我们带到以色列的起源 经牛读事件之后 摩西在西奈山所做的就是呼求神施恩怜悯 第四卷的一系列祷告 宣告了以色列的神是全帝真正的王 他掌管万有 一切的被造之物 树木 山川 河流 有一天都将被召集起来赞美他 因为神会给全帝带来医治 公义 和他的国度 第五卷开篇 是以一组诗歌再次宣告神 垂听了子民的呼求 有一天他会拆遣未来的君王战胜邪恶 带来神的国度 这一卷包含两大合集 分别是赞美诗和上行之诗 每个合集都以盼望弥赛亚国度作为结尾 他们都盼望将来神会像出埃及时那样救赎他的子民 两个合集之间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这是诗篇中最长的一首诗 是一首字母诗探索了神赐给他子民律法的奇妙与美丽 我们再次看到诗篇第一篇和第二篇的主题 律法和对弥赛亚的盼望都集中体现在诗篇第五卷中 再来看看诗篇结尾的五首诗 中间第148篇 万物被召集起来赞美以色列的神 因为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脚是一种隐喻 是指胜利时举起的牛角 这于萨姆尔基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相呼应 他也用过同样的意想 在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中 这个角则象征了弥赛亚君王和他的胜利 这个结尾真是恰当至极 那需要提个醒 如果你不按照次序来读诗篇 有可能会错过一些东西 因为诗篇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诗 大体可以归为两类 就是哀歌和赞美诗 诗人面对人间悲惨之事 感到痛苦困惑 甚至愤怒 哀歌让我们向神求助 诗篇中有很多这样的诗 这也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面对世界上的邪恶与灾难时 哀伤的情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也可以向神倾诉 其实在第一到第三卷中 哀歌占了很多篇幅 不过如果你够细心 会看到偶尔也有赞美诗出现在其中 这些喜乐欢庆的诗歌 吸引人去注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 他们再次讲述了神 怎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做工 并表达对他的感谢 在第四和第五卷中 赞美诗成为了主导 结尾的舞手哈利路亚诗 更是诗篇的高潮 哀歌转为赞美 实在是意味深长 这是在告诉我们祷告的本质 就像诗篇教导我们的一样 当我们面对世界和自己生活的悲惨境况时 仰望神和他的国度 会带给我们巨大的盼望 诗篇教导我们 不要漠视世界或我们生命中的伤痛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更要以信心来展望未来 期待神的应许 并且现在就开始为此赞美他 律法和弥赛亚 哀歌和赞美 信心和盼望 这就是诗篇的经意 请不吝点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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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美